在今年的2月5號我去了泰國 原因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單身了 在上禮拜的影片我跟觀眾大家分享了 我分手這件事情 大家都說不要難過不要怎麼樣 所以在今天這支影片裡面我要跟觀眾們分享 為什麼我不難過 Dina Christina Haru Rio Haru跟Rio是日本人 然後Rack是泰國人 這些朋友其實是我在上一個工作一起認識的 如果你們不知道的話 我前一個工作是在Hooters Hooters也就是所謂的辣妹餐廳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那邊上班有蠻多人問我或是我媽 你怎麼會讓你女兒去那種地方上班呢 其實我一開始也是 算是一種害怕的心態進去了 穿這麼少一定會很多人來跟我講話 多多少少你一定會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每一個地方都是這樣子 但是 在Hooters我覺得真的是建立了很多我自己 的自信跟信心 你不會怕去應付這些人 你反而知道未來 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 或者是其實你發現 人家只是來吃個飯而已 真的沒有別的意思 看看風景 看看101 就這樣 但是 這幾個女生 我覺得他們也很厲害 因為 除了他們自己的語言 當然他們也會講英文 然後在台灣工作的話 你一定也要會講中文 他們真的是 又聰明 又可愛 又有自信的女生 也讓我這次有機會 我的好朋友Rack 他邀請我們三個 一起回他的家鄉 這太有趣了 這個放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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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 這真的 我的天啊 超棒的 你先鎖住這個 喔 穩住 好 Yay Woo Rack 你說 它很辣 它很辣 他們說不是白餅 你覺得辣嗎 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嗎 那是假的 你們要吃這個吧 你們好像不會太吃辣的 我不會太吃辣了 這個不辣 這個更辣 蛤 這個更辣 可能在台上 如果說不辣 它不辣 它就說不辣 有點辣 但我喜歡辣 所以OK 他怎麼可能能吃不辣呢 這個辣 這個還可以 這個有辣味 我已經點了 這就是我們 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如果你是外國人 你可以去 看見 看見 說實話 我去過泰國兩次 但是我沒有非常喜歡 因為我們都是去大觀光景點 然後你跟其他的遊客 看到很漂亮的泰國建築 什麼 可是我覺得沒有真的體驗到 真的泰國人的生活 就是我們這是個大富多 也是 這個不值得 你可以想到 做一個寶貝 但是你可以想到 做三次 所以就讓你做一個小次 呀 是這是好小 還是四面 gras 是這個 所以四面花是比較的 是走的 你說好 好 如果你的想要恥 你必須去結束 我聽聽 但所以這ちょっと看待 如果你是要求到什么 可能你应该回答一下 那是我最高的 在我大学学校的 同学学校 我以为你给 back? 对我给 back 因为我在高我学校 我需要去那学校 我为了一个学校 如果我能到这个学校 我会给你一兄弟了 然后你给的鸡 然后我要来把它拉倒 哇~~ Sophie gave my first home 殘佛~~ 我不想知道你們怎麼解釋 因為我沒有認識 但這是一個移民的地方 對 我個人的地方 我個人的地方 我們住在台北 我們不會去101 Losang 龍山寺 對 不 你才會去龍山寺 喔真的嗎 I came for love 喔 I didn't get one 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個 我們現在要去吃一個 一個地方的餅飲店 對 哇 哇 哇 所以你叫這種餅飲店 這個是把米 這個是 這個是 但這次因為好朋友剛好也是泰國人 他不但好心地讓我們住他家 他跟他媽讓我們幾個好姐妹能體驗泰國當地的生活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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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早上來到了一個 泰國 老公市場 這邊真的跟台灣早上的菜市場 有蠻相似的地方 然後這裡的人都非常的熱情 雖然我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感覺很熱情 早安 好 好 好 快 可以 快 快 快 很不錯吧 我們兩片尼亞塔 我們兩片尼亞塔 兩片尼亞塔 剛才去菜市場買菜 結果開過去五分鐘 開回來四十分鐘 Rush hour 真的是有rush hour到 你們要不要吃 這個 這是什麼 那個 皮骨 雞皮骨 雞皮骨 看起來 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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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了解 抱歉 Rack,我們要去哪裡? Puket! 我的家庭,我的傢伙 我們要去哪裡? 派對! 我覺得如果我現在還是處於一個交往狀態 我覺得我不會有這個機會去 我覺得有時候當你在交往的時候 大家的時間概念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你會很專心在一件事情上面 有一點像是你現在在很認真的工作 你很認真很認真,你一抬頭就 OMG10點了 珍惜彼此的時間是很重要的事 但是也不能忘掉你身邊 家人、朋友還有你原本有的東西 現在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注重在自己的身上 因為誰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搞不好我的時間都會被花在其他的工作 或者是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對,這是一個剛滿26歲的我的自我檢討 我們喜歡的很中間 可以入侶這個時間 也試試看 我會知道 在我的影片裡 會不會有一個時候 我們會不會去哪些小事 可以被解析 一片小事 我們會退出 滿了這麼多的事 感谢观看